2月26日在成都三盛乡某停车场发生的一幕 十多辆不同品牌的共享单车被人烧毁 可以说是共享单车进驻成都以来所遭遇最黑的毒手 据周围商家反映 这些共享单车是一个某农家乐的工作人员堆放在那里 这一日上午该案件告破 成都市锦江区公安分局将嫌疑人 某单车租赁老板钟某抓获 据了解 钟某是看到共享单车使用者多次将车辆停在其租赁地点 影响其生意 于是怀恨在心才下次狠手 真相记者在三盛乡景区走访调查发现 该景区的自行车租赁价格在15元到30元之间 与之相比 共享单车每小时五角到一块钱 长时间骑也不过几块钱 共享单车确实在价格上有很大的优势 除了被烧被破坏之外 共享单车还被市民随意停放 家住成都市长荣东路的宋女士 在所住某小区的楼道里也发现被藏匿的共享单车 然而这还没完在成都市水武街77号的门口 一辆共享单车的车座被撬走了 事实上关于共享单车遭破坏的新闻一直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 3月2日成都首例盗窃破坏共享单车案开庭审理 嫌疑人由于在2016年12月16日在龙泉一区白家路附近盗窃共享单车 被法院判决拘役三个月罚款1000元 这是共享单车进入成都后成都首例开庭审理的盗窃破坏共享单车案件 像这些工作这些工作人员每天都在重复的做着 对于城市里破坏共享单车的现象 他们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因为就是我们之前投了一批车出去 然后大家反映就是说我们的车子破坏的比较严重 主要破坏的地方就是坐垫还有踏架板还有链条 反正就是说这些车子被破坏了以后就影响了大家的使用 然后影响了大家的出行 然后希望一些之前对我们车辆破坏的一些 这些对我们的车子手下留情 我们也会在这些工作上做得越来越好 共享单车既方便市民出行 同时也节能环保 但前几天发生的毁坏共享单车的事件 确实让咱们心寒 不得不说极少数市民的道德素养 亟待提升 根据刑法有关规定 故意破坏公共财物数额较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罚金 针对我市中心城区共享单车投放的总量 已达30万辆的情况 为了更好服务市民推动绿色出行 3月3日 成都市关于鼓励共享单车发展的事件意见 正式施行